3月1号明镜新闻网报道 有消息说中共军委主席胡锦涛下令对中共军队副总参谋长张沁生停职 因为他在军中主张军队国家化 消息还没有得到中共当局的证实 而法国国家广播电台证实了张沁生被停职的消息 但停职的原因是否是因为张沁生在军中主张军队国家化的言论 目前还不得知 不过有学者认为张沁生被停职 可能和中共十八大派系全都有关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 如果在中共高层内提出军队国家化 主张军队不要服从于某一个利益派别或个人的利益需要 这本身还不完全是西方民主制度下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西方民主的关系也还要强调的是 军队不仅仅要忠于整个的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本身应该是民选出来的 执政者应该是在宪政架构中进行运作和领导这个国家 如果他要是违背这个呢 军队就不效忠他 而且要恢复这个国家的宪政持续 目前军队国家化通常作为衡量民主国家的重要指标 在大部分国家被写入宪法并成为信条 但在少数独裁国家如中国 朝鲜等军队国家化仍属敏感议题 旅美学者程晓农指出 中共军队自建军以后 共产党就把它定位为只为党服务的军队 并且要求军队无条件的听从党的命令 而不管是否符合国家或老百姓的利益 如果军队一旦不听共产党的 那么共产党就再也维持不住 所以共产党是坚定的 绝不放弃对军队的严密控制 而且强烈的阻止任何关于军队国家化的说法或者是想法 共产党的政权归根结底 是要靠效忠于共产党的军队来支撑的 张庆生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2月27号总参谋部的一个会议上 在此之前有传言说 在年前军委的团派会上 张庆生大骂军中高官的儿子以权谋私 弄了百亿身家而轰动会场 也有传言说张庆生的这一行为激怒了军中大佬 我们现在军队这个结构上看的话 他这种言论其实还很难得到实现 但我觉得军队里可能不止两种声音吧 无核心难要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 那么还是想军队作为处理政治问题 也有人猜测太子党可能想控制军队 那么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 太子党对于他这样的背景不放心 那么可能对他采取一些动作 据报道 在2005年中俄联合军演中 张庆生是中方参谋长 作为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的他 被认为本有可能成为总长或防长的候选人 不久前 中将古俊山因为涉及贪腐落马 现在在传张庆生被停职的消息 王军涛认为 这一系列军中的异常变动 和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大后的权力分配格局有关 网上资料显示 张庆生生于1948年5月 山西校一人 06年晋升中将军衔 07年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09年12月出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新唐人记者长春 王子齐 李若霖采访报道